佛的存在 佛是什么 是一个人 一种信仰 还是一种精神 你相信有佛的存在 就像相信水 一样的真实吗 你相信佛 它可以解决人世间 所有的痛苦吗 你相信佛 可以带给你 最永恒究竟圆满的幸福安乐吗 曾经有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 专门揭发很多宗教的明信 弊端 甚至出书 写论文 专门攻击宗教不科学 没有实证等 当然他也找佛教的麻烦 有一次 在群体聚会的场所 这位科学家当众说 根本没有佛的存在 佛法都是人自己想象 捏造出来的 如果世上真的有佛 有这么大的神通智慧 无所不能的话 就叫他现在出现给我看看 科学家指着天说 佛啊 如果你真的存在 你现在就马上出现 来结束我的生命 如果我真的死在你的手中 我家世世代代都会信佛 过了几分钟 现场的人眼睛盯着大大的 当然佛不可能下来杀了他 于是这科学家发出了 轻蔑的笑声 你看 哪里有佛 我活得好好的不是吗 大家看他学问这么高 巧遍言词这么尖酸刻薄 有这么有身份地位 惹不起他 大家都只能愤愤不平 敢怒不敢言 后来有一位穿着很朴素的妇女 她说 先生 我可以讲话吗 妇女接着说 我是一个家庭主妇 我相信佛 我从学佛到现在 本来我跟我先生感情不睦 后来我在佛法中学到了忍耐 学到了善巧 很多事情我都会退一步想 求一个圆容圆满 后来我跟我先生的关系变好了 我们家本来因为家庭纷争 经济都不稳定 由于大家珍惜彼此的感情 家庭和睦 现在家庭经济稳定了 原本小孩因为我们夫妻常吵架 很叛逆不听话 常常逃学 不然又在学校跟别人打架 可是我的小孩现在跟我们一起归依佛门 我们一家和乐幸福过了这么多年 如果有一天 我死了 忽然发现原来这个世间没有佛 也没有佛法 但先生 我请问您 我有什么损失呢 那我有什么获得呢 妇人又反问了博士 她说 您每天到处批评 毁谤 谩骂去诋毁 亵渎别人对佛教神圣亲近的信仰 去破坏别人迈向光明觉醒的道路 若有一天 您死后 当您发现这世间真的有因果 真的有报应 而您毁谤的佛 他真的存在 他真的是世间第一等的大圣人 请问您 又有什么可怕的后果呢 大家都知道 这位科学家造的罪业可大了 科学家面对这夫人 充满坚定和信心的问话 当场哑口无言 很多人不了解佛的功德 所以无法生起真实的信心 那是因为 您不了解佛 也不够认识佛 如果有一天 您可以打从心底明白 我有佛 可以帮助您解决人世间 乃至于六道间所有的痛苦烦恼 甚至我有佛 可以带领您 超脱生死轮回之苦 达到涅槃证悟的永恒安乐境界 那相信您对佛的深信不疑 也将会无比的坚定 西元前五世纪左右 世家摩尼佛原本还是都率天内院之主的能人菩萨 说法教化天人 是因缘成熟时 降生在印度 加皮罗维国 是为西达多太子 教主降生人间之日 晋飞王的第一王后摩耶夫人 于梦中见六崖白相 凌空而降 从摩耶夫人的右斜 进入体内 梦醒之后 便怀有身孕 摩耶夫人怀胎十月 一日于尼泊尔 兰皮尼园的无忧树下 即将临产 便助力举起右手 攀着无忧树的树枝 能人菩萨 以神通自摩耶夫人 幼邪出生 诞生后 大地震动 放大光明 土地自然涌出 大莲花来承接太子 刚出生的太子 无人扶持 即能行走 面向四方 各行走七步 举右手指天 左手指地 开口说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此时虚空献出龙王 以温冷两股进水 冠育太子 金泛王为太子 命名为西达多 西达多太子在十九岁时 游观四门 见到世间有老病死 出家人四种现象 顿悟世间无常 生其追求 可以真正解脱生死痛苦的真理 尽管西达多太子的父王 用种种世间的 娱乐享受 想令太子大霄出家念头 但太子丝毫不为世间 诸遇所动 于二月初八日 半夜月色明朗时 舍弃世间的情感与荣华富贵 也放下自己的妻子 以及刚出生的儿子 尤普从驾马车在太子离宫 从林中替法出家 开始经历六年的仿道 及六年的苦行 而就在公元前 五百九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西达多太子在菩提树下 获然顿悟 正德无上正等正觉 圆满佛果 佛号释迦牟尼 十年三十岁 释迦牟尼佛成道后 首先到陆野院 度焦尘如等吴比丘 宣讲苦、疾、灭、道 四圣地法门 这是佛陀首次在陆野院 初转法轮 也是世间第一次有了 佛法僧 佛及佛陀 法及四圣地 苦及灭、道 僧及吴比丘 佛陀于陆野院的初转法轮 当日佛法僧三宝具足 这一日在佛教史上 具有重大、无比神圣的意义 而佛陀的一生 收法共四十九年 开演八万四千法门 度八万四千种众生 流传至今已经超过两千五百年 十至今日 佛教依然是世界上重要的主流宗教 三大宗教之一 超过六亿的人口信仰佛教 学习佛陀所传下珍贵的身教、严教 甚至出家追随佛陀的脚步 持续地将佛教传承于弘扬 佛是梵语、佛陀的简称 权译为佛陀耶 华译为觉者及自觉、觉他 觉行圆满、大觉、大悟的圣人 简称觉者 而佛陀所说的法 即是佛法 是能令众生超生了死 觉悟的法门 而佛教的内涵 就是由佛法组成 其阐述的教义 非常浩瀚广大而深远 能真正地带领众生 解脱生死轮回的捷径 是真正的道法 所以佛法也称为所谓的正法 而每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 其都具有本出的佛性 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尊本出佛 但由于来到这个娑婆世界之后 一念的无名造作、妄想、分别的作用 人类因为身、口、意、三叶造作 开启了无止境的轮回 多生累劫以来 永无休息的轮回 让人们一世又一世的恶业袭染 污染我们本来纯净的心灵 心灵污染未净化的人 就叫做凡人 而佛法全部的内容 总括来说就是净化心灵 千万教里的宗旨是净心 因为可以完全清除 心灵污染的人就会成佛 所以龙树菩萨在《亲友书》中说 请你调伏心性 佛说心是根本 无论佛教中有多少分支派别 写密法门修行方式不同 但总归所有佛法的精华与要点 都是要引导众生调伏、净化 已经染着的心灵能恢复清静 进而体证新的本来面貌就是佛性 学佛修行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此 而要能够帮助一个凡夫达到 证悟佛性的境界 就一定要医治佛法 因为只有佛陀所传下佛法的教义 清晰、究竟、圆满 直指心性地讲说成佛之道 堪称最究竟的法门 最圆满解脱生死的大法 所以佛家与云 无论男女老幼、富贵平贱 人与非人得其正法、基成佛道 人天导师释迦牟尼佛注释八十年 一生视线种种身语义的教化 一平一笑之间 都有要带给众生契机的教化意义 但其中慈悲的佛陀传承佛法于后世 最殊胜的莫过于是佛陀的言教 佛陀涅槃后 当时很多菩萨、孙者 接近心力及经 把教主珍贵的言教保留下来 汇集成三藏十二部圣身法典 留下珍贵的法宝 其中三藏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经、律、论三藏典籍 曾经有一位法师 问一位常年学佛的居士说 你学佛相当有心得 也常常讲经给人听 你能用一句话形容三藏的经典吗? 这居士想很久也答不出来 法师笑一笑回答他 就是诸法实相 一切的事物叫做法 据凡恩 你所看到的、摸得到的、感受得到的、想得到的都叫做法 诸法的零零总总是包罗万象涵盖三千大前世界 但诸法中到底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什么是短暂、什么是永恒的? 一个没有学佛的凡夫穷尽一生也解不开这个问题 即便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 对这个世间上的诸法一定有解不开的事情 至亲至爱的亲人为什么会离开? 人为什么会生病? 而为什么是我生这个病? 我的家庭为什么充满纷争? 我的婚姻为什么不美满? 而每一个生命的本体又生从何来、似从何去? 这宇宙、人生万事万物、天地鬼神都称为诸法 而诸法中所含藏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就是佛法中的三藏、经、律、论 典籍所要传达给世人的重要观念 一切人事物的真实面貌、诸法实相 佛家讲实相就是空相 任何的事物它里面是了无自信的 佛教用空性来称呼这样没有自信的状态 所以三藏典籍所阐述的诸法实相 实际也是告诉世人诸法空相 但所谓的空并不是什么都不存在 而是法界一切事物都是基于一个元起信空的道理而存在的 法界一切事物是因缘聚合而成 缘起则聚、缘灭则散 但缘起缘灭又缘何所生 缘则因果而生 所以更有祖师大德再次论述 三藏经典总观来说 就是教导众生明白因果业报的道理 也是佛法的根基精华所在 优优独生 藏密始祖 莲花生大事是代表十方三世诸佛 对末法的众生 传授佛教三圣教法 以及无上密法药的三世诸佛金刚硬化身 其本质与三世诸佛的心意无二无别 伟大莲师 在莲师吉身取证法药中 开宗名义就开示到 因果业报虚信非虚 一开始就告诉众生 必须要相信因果 因为若是无法相信因果的人 就不会相信佛所说的任何法教 那也将无法开启所有修行的次第 因此只要是一个正性的道场 一定会在因果业报上 作为开宗名义 要大家修学的根本要义 佛陀曾开示 一饮一着莫非前定 以佛陀证悟真理的智慧眼目 看着人世间的唯一法则 万事万物都脱离不了因果法则 所有你一生能碰触到眼前的一切 看得到的 听得到的 闻得到的 吃得到的 想得到的 深语意触及得到的 一切人事物 通通都在因果业报的范畴里 所以佛门中有 没有不是因果所显现的远景之说 现在我们所受到的任何远景 没有不是跟你过去因果的造作有关 完全都有因果关系 才会有如今深语意的作用显现 佛教史上有一位刚僧大德 红衣大师 他专修戒学 戒律持守非常惊严 有一次自己身上长了一个令人疼痛不已的脓包 这脓包很痛 痛彻心扉 但红衣大师都不敢去碰他 身边的朋友说 你病得这么重 我带你去看医生吧 红衣大师却说 我已经出家 一心上求解脱佛道 我今天受这个病苦 跟我过去伤害众生 造作恶业一定有关系 我要欢喜受业报 于是拒绝了有人要带他去看医生的请求 后来这个脓包内 竟然还长出很多小小的白色的蛆 一只一只的蛆 咬着红衣大师的伤口 疼痛更是剧烈 结果有一次 一只蛆虫爬了出来 掉到地上 红衣大师还把这只蛆虫轻轻地捡起来 放回笼包内 甚怕伤害到他 而后那些蛆都羽化以后 这个笼包自然康复 完全就跟没事一样 由此公案可知 像红衣大师这样的高僧大德 对于维系因果也非常重视 完全相信这些蛆虫都是过去 被他所伤害而感到痛苦的众生 如今才会回到自身所报 所以懂得欢喜地来承受这个业报 好好地化解冤结 也因为红衣大师无比谨慎因果的态度和情操 最终不止成就自己的道业 更成为一代高僧 所以说一个学佛修行的行者 是否重视因果 以及重视因果道理的程度 将会深深地决定他修行成就的高低 而伟大的莲花生大师也曾开示 我对空性的见地比天还高 但我对因果的取舍比粉末还细 所有诸佛菩萨 祖师大德 教导世人修学佛法 必须重视因果的程度如出一彻 因为它代表着十方法界 整个宇宙运行背后的真正实相 是不容更改 亘古不变的真理 所以伟大佛陀 用四十九年的讲经书法 不断宣说诸法实相的因果法则 是贯彻佛教的精神内涵 无论有没有学佛 所有人事物都离不开因果定律的主宰 是非常重要的根基跟观念 僧宝 僧依戒助 僧住则寡住 僧是梵语 僧且的简称 意义为和和众 即使信奉佛陀教义 修行佛陀教法的出家人 僧众亦是住持正法的使者 正法要能久住 必须仰仗清静和和的僧团 方能传承佛法 住持佛法 同扬佛法 僧宝的住世 在这世上极其重要 有关佛法兴衰的命脉 因此 僧众的行持与因持守的戒律 亦不同于一般居士的修行 例如 出家比丘 因持守250条戒 比丘尼有348条戒 其他如三千威仪 八万细形等 以崇高的道德标准 及操守的严谨要求 不持森保聚戒 聚德 成为众生之楷模 一切又情之福田 方能光大佛法的弘扬 常传佛法住世 佛教三宝 佛 法 僧 是佛教完全的核心与基础 缺一不可 不可相离 戒定慧 戒定慧又称为三无漏学 也是学习佛法重要的精神内涵之一 戒是止恶防飞 定是定心一处 习原禁律 慧是破获正真 开发真如的自信 戒定慧三者的关系紧密 持戒清静心则安 心安则得定 得定则可观照分明而生大智慧 灵芝律师曾说 大觉世尊 悲而敏之 为令脱离旷节生死重苦 因病与药 药分三种 对治内心昏沉散乱 立以定慧 对治身口非法违犯 立以境界 圣教虽多 不悦三学 三学而立 唯一色心 论其生起 则从义而身口 用对治法 则先至身口 而后至义 首先至戒 旨在私矣 南山律祖说 不烦恼或业 不断甚难 要须方便 乃可净除 事故如来 智力三学 以为对治之法 盖戒如捉贼 定如福贼 惠四杀贼 三学相戒 四地而生 调射相继 不可相离 乃克福 断货业 解脱生死 已故行人 勿须先学戒律 简点非为 策利身心 若戒律严谨 则三业清净 正定正会 自然得生 印光大师说 佛法广大如法界 究竟如虚空 特论其要 为界定会三法而已 然此三法 互赦互荣 互荣独立 而初心入道 则持戒一事 犹为药物 祖师大德 针对三无漏学 在修学佛法次第上 所存在的重要性 纷纷做出精辟 且肯定的论述 再再说明 界定会 实为学习佛法的 一切根本 不容忽视 三无漏学中 首先致戒 戒学是一切佛法的 大根大本 当世尊佛陀 将入涅槃时 阿难难以四世问佛 阿难请问佛陀 佛涅槃后 以谁为师 佛答 波罗提木叉为师 波罗提木叉就是 戒律的意思 在最早佛陀的时代 当时佛陀尚未至戒 因为佛陀时代的大弟子 都是严谨自持 身心庄严 几乎不造恶业 其恶念 然而随着佛陀的僧团 越来越多僧众加入 来修行的人 根基也渐渐参差不齐 开始出现有比丘 在僧团造作不如法行的情势 所以佛陀才开始随犯随至 后世人才将佛陀 所有曾经制定过的戒律 结集整合成如今的戒律 持戒的目的 在止恶防飞 断恶修善 不只在修行上是重要的 德恨根基 其实在一般世间法的 个人人品上 也是必须的道德养成 持戒可以让我们减少 贪嗔痴慢疑 断除烦恼妄想 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 学佛最高 最难能可贵的素养 就是持戒 所有佛法中 修行的下手处 都离不开戒律 小圣的别解脱戒 大圣的菩萨戒 金刚命圣的三昧耶戒 几乎佛教所有的法门中 重要的环节 就是在传戒 因为无戒道不成 如果没有戒律 首先护住一个人的身心不犯 福慧不失 没有戒律保护一个人 不造作恶业 那么在修行次第上 也将如同竹篮打水一场空 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修行的成就 持戒之人 日久公身 会帮助我们少欲清静 心逐渐不容易烦恼散乱 而容易生病 心能定下来做正确的禅修 则容易弃入正定 所以欲望很强的人 有很粗重喜软的人 没有办法静下来体正佛法 所阐述的空性智慧 而无论自己修持何种法门 小圣 大圣 金刚圣 只要尚未了悟实相以前 都必须透过精勤的修持戒定会 游戒升定 游定升会 逐渐认清轮回的本质实相 最终才能达到体正空性实相之禁定 而这样的修学要点 完全出自正悟的佛陀所说 现今末法时代 父佛外道充斥 如果有人跟你说 学佛不用持戒 学佛可以吃肉 杀生 喝酒 也能得到正悟的说法 千万要提高警觉 如此颠倒的教义 绝非佛所说 反而与魔相应 小心落入 父佛外道利用人性弱点的陷阱之中 而误入企图 那就真的是 一失足成千古恨 一旦与外道邪教结上邪人 也就与解脱正道背道而驰了 不可不慎 学佛修行的根本目的 只有一个 也就是要成佛 成佛当然也就能解脱 无止尽的生死轮回之苦 现今很多人修学佛法 或许是为了求得现世的平安快乐 或许是求消灾化解 也或许是为了修身养性而已 但佛法浩瀚如大海 其殊胜的法义 能真实地教导众生 解决一世又一世 生生死死难解的问题 让我们能真实地停止轮回 最终正得涅槃成佛的境界 而众生有八万四千种不同根基 为了要让八万四千种不同根基的众生 都能信受佛法的奥义 自然就演化出八万四千种法门 佛教博大今生的各种教法之中 总体可概括分为三大类 小圣、大圣、金刚圣 三圣佛法的本质无二 但各有不同修行的下手处以及精神 以接引各种不同因缘的众生 能入佛之见 一、小圣、持守别解脱界 伴语叫做菠萝体木叉 又叫做别别解脱、恶别解脱 重视修身和语的戒行 情修断恶修善 着重自我完善与解脱为宗旨 修小圣者可以证悟声闻、圆觉等圣人 二、大圣、持守菩萨界 情修自立利他 自觉觉人的大圣菩萨行 为利益一切友情 而愿意成就无上佛道的发心 重视起心动念 异业上的持守 修大圣者可以成就大圣菩萨果位 进而尚求佛道 三、金刚圣 持守金刚三昧耶界 又称金刚密圣 简称密宗 金刚圣的修行是三圣同体 显密圆融的圆满圣 外在显现别解脱界 清静庄严 内在持守大圣的菩萨界 据菩萨的发心 慈悲饶意一切友情 命层持守金刚三昧耶界 三昧耶界又称为誓言 也就是一个密宗弟子与上师之间 神圣如戒律般持守的誓言 而这样的誓言并不是一般的 而是神圣不可毁坏 因为三昧耶界持守清静 而产生的证悟力量 和令行者迅速成就道业 甚至极深成就佛道 此极是金刚圣最超圣俱力之处 而三圣教法所修持的戒律 学处虽各有不同 但本质内涵都是相通的 法法平等无有高下 佛法中每一种法门 都是因应不同众生的根气而生 所以没有所谓好的法门 与不好的法门之分 只要能让您信寿 能够完全一心一意地如法行持 修道解脱成就的法门 就是对自己而言最好的法门 放眼世界各国 台湾宗教自由 要学习到佛教的三圣教法 并不是难事 特别佛教的慈悲平等教义 更是深植人心 很多的台湾人民都前信佛教 但也因为如此 越是多人信仰的宗教 就越多不良动机的团体和人士 打着佛教的名号 吸纳信徒 建议满足私信私欲 越是末法时代 这样的父佛外道 越是随处可见 宗教乱象已经非常严重 这无疑对众生是莫大的灾难 也是一种空前的法难 而越是在这样的世代 众生要如何确保自己 所修学到的佛法 是否为正性佛法 就非常的重要 因为修学佛法 攸关自己生生世世的解脱道 若不幸跟随了外道邪师 那可不是一生的灾难而已 而是生生世世都与外道邪师结下了因缘 非但无法正得解脱 甚至会跟随邪师工业 而堵落到地狱受无量的痛苦 多生多世都无法处理恶道 无法了结与邪师的恶缘 后果相当可怕 所以所有有心学佛的佛子 必定要有高度的绝招 以至正法来选择所要医治的名师和团体 为自己的解脱道 奠定非常重要的根基 而究竟要怎么选择才正确呢 过去有佛弟子请问佛陀 将来佛陀涅槃后 要如何辨别正法 佛陀开示 三法印 四种医治 其中的三法印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极尽 只要抵触三法印的教派团体 个人 法师 乃至于穿着佛教的服装的上师 师父等 只要没有三法印的内涵教义 一定都不是正觉解脱之道 三法印 印就是信用信赖的意思 三种法印 即指三种正法的正确庄严性 可以确定的是正法无误 以指了 就可以解脱 得到灭盘极尽的境界 诸行无常 其中的行 是指三页 深口义的造作 佛陀告诉我们 三页的造作是无常 是千流变异的 例如爱情 友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事业 财富 等 所有人世间的身与力 所产生的造作 通通都不断地在变异 不能常保 所以叫做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认识诸行无常之后 要知道诸法无我 这世间一切的法都是缘起信通 任何事情都是因缘聚合而成 所以一切的人事物 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其中 就连代表自身的我 也是证实因缘聚合的现象而已 探究其本质都是空性 涅槃极境 人世间生生死死的轮回 充满了种种过患 这是妄动的状态 而佛证得的涅槃 是永恒极境的真实境界 所以称涅槃极境 是佛法追求的最高境界 大涅槃的境界 蕴含视线着不生不灭的真理 在密圣中 教主释迦牟尼佛 为了度化天界的天人 见到在天界的天人 享受着天道的这种快乐而不修行 所以特别开示 第四法应 称为有漏皆苦 告诉天人们 在天界享受福乐 并不是真正长久究竟的安乐 因为那种享乐是有漏的快乐 当福报响尽 天人也得六道轮回 本质还是痛苦 以长久的智慧眼目来看 六道轮回苦多乐少 未出三界 没有真正究竟的安乐可得 所以佛陀会度化天人 特别开示 第四法应 只要任何的教团 法师 若是背离这三法应 甚至第四法应 就能清楚判别 是正法还是外道 是打着佛教的名号 穿着佛教的服装 住在佛教的寺院 只要没有这三法应 都是赴佛外道 不可不慎 慈悲隆德上世开示 佛法是至善圆满的生命教育 能够真正的了知人生 许多的真相及道理 回想从小到大的教育 有哪一堂课 能真正教导我们 拔除自他生老病死 无边的痛苦 又有哪一堂课 能为人类揭开 生死轮回的面纱 带领着众生超脱轮回 了生托死 甚至也不曾有一堂课 能让我们真正的 撤见生命的本来面目 开显本具的智慧 进而证得清净圆满的佛性 而这一切生命本体的奥秘和真相 只有在佛法中 有最完整清晰 无误的解答与呈现 佛家与云 大事未明 如丧考彼 大事以明 更如丧考彼 大事就是指一个人的生死大事 当不了解佛法 或者未曾接触佛法 无法了解自己的生死大事 就如同父母舍报般的悲哀 而当执欲佛法 了知一个人的生死大业 是何等重要时 其感叹的程度 更是超过父母舍报悲哀 因为意识到太晚学佛 已经造下太多恶业 错过了许多的善知识 和修行的因缘 担心害怕 只能在六道轮回中 投出头末 永无止旗 大圆满前行五家行中开示到 以最短时间的地狱来讲 地狱一天 是人间三千七百五十年 受苦无间 难求出奇 若是造业太重 多到金刚地狱 少说就是一个终结以上的时间 要处理地狱 根本是难上加难 多到恶鬼道 动则千年万年 曾经有一位女众 她出去游玩的时候 因为踩到荔枝树的树枝 啪的一声 吓了一跳 这一跳 把她的身体恐翘打开 刚好过去 和她有夜缘的一个女鬼 就附到她身上去 从此 这个女众 没到傍晚的时候 就会全身脱光 跑出家里 她年长的父母亲 总是得拿着绳子 流着眼泪 去把她给追绑回来 相当的心酸 后来很幸运地 执欲一位善知识 将佛法的书上 告诉他们 希望能帮助他们 善知识就问附身的女鬼 你离开这女孩的身体好不好 女鬼就说 我不要 我在那片树林当鬼 已经超过几百年了 我真的很想很想 再有当人的感觉 所以女鬼 根本不想离开 这女孩的身体 她要享受当人的感觉 那假如 堕落到畜生到呢 堕入畜生到 常常就是数百年的苦报 百事千事 不断地要受被宰杀 无名暗顿的痛苦 曾经有一位在观音山 修行的女众 学佛修行 没有真诚心 好几次都因为一些困难 或者就想放弃学佛 但慈悲的龙德上师 总是告诉她 留下来吧 这女同修问为什么 上师就说 过一阵子 再告诉你 这中间 这位女众 也再三请示过上师 但因缘不惧 上师始终 没有告诉她 后来这位女众又表示 这一次 她真的要离开道场了 她提不起 真实的信心 这位女众 就跟上师说 上次 您要弟子留下 说会告诉弟子 不要放弃学佛的原因 但始终 没有等到 上师的开示 上师看这位女众 去意已绝 就跟她说 你想知道 我就告诉你吧 如果今天 你离开道场 不学佛了 你的下辈子 一定会投胎 去当猪 这位女众 非常的错愕 难以置信 慈悲龙德上师 还当下告诉她 以何为证呢 你背上 是不是长一撮黑毛 那就是证据 那是你 这一世 投胎以前 被刻意 留在身上 作为警惕的 这位女众 当下 痛哭流涕 她知道 眼前的上师 并不是一位 普通的善知识 上师苦口婆心 告诉这位女众 如果你真的 去畜生到当初 那就是 百事 千事 都很难 再当人 一失人生 万劫不复 这位女众 在道场 并不是一位 善根 听话的弟子 尽管如此 为了救她 上师数次 想方设法 留下她 就是希望她 不要放弃 学佛修行 不要再度堕入 永无止境的 轮回中 末法时代 众生因为 无名造业深重 曾有高僧大德断言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都会堕入下三道 地狱 恶鬼 畜生道 这三个可怕的境界 相信任何人 都不想去 那很多人可能认为 我求个上三道 也很好 不是吗 在人道 有八苦 生 老 病 死 愿赠慧 爱别离 求不得 五因赤胜苦 而在天道的天人 因为太快乐 而无心修行 天寿享尽之后 大部分直接堕入恶道 受无量苦 阿修罗道 更是活在 充斥着争斗的世界 苦不堪言 实在 六道之中 没有真正究竟的 安乐可言 只要还处在 六道中的一天 都是无尽的 轮回过患 与悲哀 所以 如何带领着众生 能了生托死 停止轮回的悲剧 闹剧 就是伟大佛陀 来到这 娑婆世界 开演三圣佛法 宣讲 永断生死的 解脱大法 这就是佛教 根本究竟的目的 佛法 就像一艘渡船 载着众生 通往涅槃的彼岸 等到一个人 终于到了 涅槃的彼岸 才可以舍弃传伐 如果现在就舍弃 或者不搭上 佛法这一条渡船 就会注定被淹没 沉沦于 轮回大海中 很难再有 出离上岸的一天 慈悲的龙德上师 曾经开示 不要把佛法 当作宗教信仰 要把它 融入生命中实践 极深成就的 密勒日巴尊者说 在死亡时 不养无愧 即是我宗教 所谓宗教 或许只是人们 赋予的一种文化 一种学说 或者一种 信仰法门的代名词 但对于一个 真正探索生命 真理实相的人来说 或许我们所信仰的 并不是一种宗教 而是一个 正确做人做事的方法 对生命本体 最负责任的态度 一种最究竟圆满 正确的追求 一种完全觉醒境界的到达 无论是任何法门 只要能达到 这样的目的和效果 或许它就是属于您 真正的宗教与信仰 而佛教 能满足以上所有的需求 流传两千多年的法脉 至今人屹立不遥 无需怀疑 而越是末法 诸佛菩萨与祖师大德 也不断地乘愿再来 在如今的二十一世纪 人持续地用各种方式 视线种种修行佛法 而正得成就的锐像 历历在目 就在我们眼前 真实地发生 像是近代修学 大圆满宏光化身的 阿曲尊者 一生修持大圆满法 修到心风自在 神通任运 他的色身 不受世间物质的阻碍 四者常常亲眼见到 阿曲尊者穿墙而过 1998年 阿曲尊者 手持念珠 像往常一样持咒 当他持咒的声音 越来越小声的时候 你吉祥卧姿士吉 尊者士吉之后 连续七天 方圆几十公里 天空出现彩虹 异香 到了第八天 尊者的法身 完全融入法界 红光化身 就像一只小鸟飞离的树枝 什么都没有剩下 相当不可思议 这还是近代佛教史上 数年前才释现的真实公案 观音山传承祖师金刚池 救给七千法王 西元2007年 视线原籍 祖师 世纪时 出现的种种瑞相 当时 六十多年 未曾下雪的 家的满都 时值六月 竟飘下花形雪片 祖师涂皮之后 眼睛 舌头 心脏 完整不坏 一生修行书上的正量和瑞相 完全显现 这些具正量的法王 成就者 非凡成就的视线 都是在近代发生 真实的开眼在 你我的眼前 告诉世人 修习佛法 能获得的超圣功德 丝毫无需怀疑 绝对是真实不虚的 不可思议的加持 也不断发生在 慈悲隆德上师的身上 曾经有一位弟子 家中公设家庭佛堂 隆德上师为随喜弟子 设立佛堂的发心 亲自赐予该位弟子 一个珍贵的嘎屋 嘎屋内 原本仅供奉着一颗 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设立 当这位弟子 请回家中供奉之后 下次打开嘎屋时 猛然发现 嘎屋内 外 竟然有许多颗新生设立 就连外盒子 也不断从纸盒中 凭空调出许多 大大小小的设立子 所有见到这颈项的弟子 都大叹不可思议 有着共同经历的弟子 还有许多位 他们不约而同的赞叹 敬仰 慈悲 龙德上师 超胜不凡的修行正量 顿时生出深切前进 以止上师的不共真实信心 祖师勘迁阿贝仁波切开示 佛法不只是利益少数众生 而是利益一切的众生 佛的力量不可思议 难以言全 超过三界中一切的世间神 佛是三界六道友情的导师 对佛的依旨 仰赖 信任 绝无丝毫的欺狂 绝对不会辜负任何一个众生 阿舍离圣天云 执欲佛法 听法者 与说法者 及稀有 因此简言之 轮回 非无边 是有边的 获得 辖满人生 佛所说法 教授 佛法者 三者 之显现 即为稀有 具足 此三者 进而听闻 佛法者 能舍断轮回 则轮回 并非无边 经典云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中土难生 今天 所有于观音山地结圣身法园 等已领受皈依的您 我 都应该好好思维 人生难得 经已得 佛法难闻 经已闻 此身不像今生度 更像何生度此身 愿您我 既能由此福德与圣缘 搭上观音山 这一艘大宝船 对佛法 升起 共同与不共的信心 共同航向 涅槃的彼岸 回归 就近的故乡 永和安乐的 诸佛净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